本期的话题 我们聊聊全红缠聊聊国家跳水队 我们知道国家跳水队 去年年底就在北京跳水中心进行训练 距离现在也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在春节期间 国家跳水队依然是在坚持训练 确实非常的不容易 根据此前央视五套的视频报道 国家体育总局的局长 在春节期间也在看望我们 中国跳水的队员 全红缠和陈玉希 是中国女子十米跳台比较受关注的 运动员他们在去年两个赛事当中 分别获得了 女子十米跳台的冠军和亚军 两次都是陈玉希获得冠军 前红缠获得亚军 人组成的女子十米跳台双人组的组合 在世界杯还有四锦赛 都是毫无悬念的夺冠 而今年国家队一直在东逊 第一个赛是什么时候开始 相信我们国人也非常的期待 根据上海体育电台的报道就是呢 全国冠军赛将在3月19号开启 全国跳水冠军赛将在 上海东方体育中心进行 赛程为七天 具体的赛程细节也是根据时候的 四锦赛还有要运会去安排的 而且呢这一次也算是选拔赛 湖港市井赛还有要运会的 第一次选拔赛 对于这个东逊的成果 也可以在这个全国冠军赛上来检测 我们希望呢 前红尘和陈奕迅这些 优秀的运动员友好的表现 对于前红尘来说 今年即将满16周岁 是在全国跳水冠军赛当中 他也会受到年龄更小的运动员的冲击 就像他此前冲击战架 G害成一训一样 在去年的两个赛事当中 前红尘的207 C这个动作发挥的不是很稳定 所以在此次东兴期间 他重点训练的这个动作 面对央视记者采访他表示呢 在今年想要来更多的冠军 而且呢207C这个动作 自己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 我们也是期待了 今年前红尘的首秀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